安哥给了我一块钱银币 你看这东西关不完卖五百 一块钱的银币卖五百 这银币哪有那么大个的 你看这上面写的都是一块啊 好像是已久四九年那个时候发行的 外面盒子上写的银文我都不认识 对这个是面之已运的因缘 可不是什么银币 确实是已久四九年 发行于新娘那边 你这掌口就要五百块钱 这看来你对因缘不懂啊 这这么着也是主要批克 好歹也是给了au五十三分 我这接待了看了看 你这状态不错啊 这东西拿来了呀 咱今天猜探了一个男朋友 做点上达甲窝去了 我看他桌子上面 放了一块这个东西 我都随口开玩笑 所以这个值不值五百块钱 是因为他直接都说 你要是喜欢那你就拿到吧 哎呀挺你这一说 挺戏剧性的 你当时也是随口开玩笑 因为你对因缘不懂 处于好奇 感觉不值五百块钱 没想到能接待男朋友啊 直接送给你了 说实话 这因缘不便宜 这可不是你能弯的东西 简易你别卖了 还给他换个一个了 你这话说了 让我感觉很好气 我这一块 一块钱的因缘 这能值多少钱 你给我说了呗 哎呀 你对这块因缘好奇就对了 说实话 这能值好多个五百 首先给你来讲解一下 这个是新疆1949 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发行的最后一块银院 你看上面写了有 以九四九 包括他的汉字 还有位于两种文字 整体这个班啊 做了并不是太好 党式新疆赵壁长 技术罗后 韩英亮达不到九乘 甚至连这个重量 他都达不到26.8克 亨夺这种新疆班了呀 做工非常出巢 有亨夺啊 他这个标证都存在七拼的现象 好平村质量特别少 你看你这个 真低笔面可以说是 新疆已久四九音缘里边 他这个天花班 第一个笔面劝审达 包括位于汉字 都没有死好了末孙 不是我可以夸赞啊 比这个状态好了 确实没几个 而且你细看的话 你这个新疆已久四九啊 他还是一个班 你看 已冤了一字 然后这一横 和这个包罐头 连在一起了 这个班啊 被我们称之为连笔仪 他这个班 比扑动了已久四九 法性量要稍很多 基本上已久四九这个币啊 又稍叙了这个泥背 就你这个状态 说说啊 轻轻松松 卖个粮三万 绝对没啥问题 你说这块一块钱 能卖三万 对 这不可能吧 按街坛 男朋友没告诉我 这咋可能值那么多钱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告诉你 他应该是和能接触的一项 美好意思告诉你能值多少钱 一块小小的音乐啊 就因为他这个发性量比较少 而且他这个皮鹤油粉 这个AO50散粉的价格 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价格非常透明 你就是上管网 简单了一叉 大概的产卡价都出来了 这个我给你估计这个价格 说说啊 也是他现在目前来一个市场 行情 能隔买的时候啊 估计更贵 你看这个音乐状态确实不错 有代班 好品样 好品种的音乐 说说啊 这个买卖都是非常便捷的 你说的很对 像这种搞短音乐啊 可欲不可求 一般实面上的豪平像啊 说实话太烧了 至少你这种全审达的更烧 今天你来估价啊 500确实可以自由订货 你超过三万说实话 我也不建议你出手 毕竟啊 这中间隔着能接了 能接给那个男朋友啊 正在谈对象 这么大紧额的东西啊 你最少回去给那姐 回去赏量一下 你说的很对 我确实做不了足 真是小派那些东西了 对 今天幸福也是预演你啊 老板 原来我都被人家忽悠了 那都麻烦了 那对 因为你补冬 对吧 你这了解 请出他的价值之后 你下到冬之后 别人就忽悠不住你了 东西还拿回去 尽量别甩住了 还换给他 好好好 谢谢你啊老板 谢谢谢谢 再见哈 没这儿呢 嗯 谢谢啊